各位早 好久不见了 因为加拿大的疫情太严重了 我们现在都不敢出去 但是呢 大家看周围 我们现在在房车营地 看Nikki在这边 因为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 这个比较私密的 不会被感染风险的这种旅游方式 我们就租了个RV 但是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危险一些 因为现在Vister这边下雪 但是慢慢开吧 咱们慢慢来 好久不见想死大家了 咱们今天从这个RV车的旅行开始 可能大家都觉得RV是不是特别麻烦是吧 什么上下水什么之类的 那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上下水 其实特点 开始我也以为很辛苦 就是觉得很麻烦 这个怎么泄水怎么下水啊 其实用了之后你就觉得很简单 然后车里边不会很冷 外边昨天温度零度左右 然后呢也还可以 所以说这个 所以这个营地呢很大啊 叫Riverside 一个RV Park 对我们从温哥华开车大概两个小时 能开到这里 如果不堵车的话 就一切顺利还行 然后呢好吧 咱们看看怎么泄水吧 好不好 怎么上下水 但是我们先绕这车看一圈哈 我们租的是这个Cross Canada 其实其实这个是 它的公司是美国的公司叫Cross American 然后但是它两个国家都可以这个通用的一个房车 那这个房车呢大概24尺左右这个长度 然后可以住四个人后边是一个这个双人床 然后这个车顶看到哈车顶是一个双人床 一些车里比较乱 那么打扫打扫 到时候让大家来参观一下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看哈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去搬服的时候 如果夏天的话更好 但是夏天大家如果租房车的话一定要提前租啊 要不然的话根本租不到的 这个就是从这里进门啊 从这里上去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 我们这个水箱的一个水入住水的地方 就比如说你平常不用这个 你在不在营地的时候没有自来水 没有City的水进入这个车体的时候 那你只能用这种 只能用这种水箱里的水大概 六个加轮啊 如果没记错的话 因为好多这个数据我没掌握太清楚了 从这加水进去 这个地方 那我们再看后面 今天昨天晚上下火大了去 这脚儿都是我的 然后后边又是Rakimpton 我特别喜欢这个 然后呢这个公司呢 好一点就是他可以短时间的去租啊 你不用什么七天什么 你可以三天你就可以租 然后并且价格非常便宜 便宜到什么程度啊 总共的价格大家可以猜一下啊 然后呢我一会告诉大家 那现在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写一下 大家猜一下猜猜猜猜我们大概是四天的时间 大概是多少钱啊 因为现在是淡季 那一会价格呢再跟大家讲 先不要着急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哎呦 来让我们的 你几小朋友来指径 然后我们看一下上下水的东西啊 然后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一定要戴手套 因为我们要下水的时候有爸爸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 保护好自己的手 不要摸到自己的爸爸 摸到自己的还好 摸到别人的就有点 你看我们这个平常的时候呢 去营地的 营地的时候我们要预约 提前预约的吧 预约之后呢 那我们怎么让这个车来工作 这是他第一次而为之旅啊 然后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就是一个砖子啊 你看我们是A1 就是我们的车位号码 是A1 然后这里边呢有水有电 都在这里 那我们先从这里开始讲 那我们把这儿打开 这儿打开 大家注意看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总供电 总供电的就是这样 你看这个线连到这里 大家注意看 这个线从这儿开始连到这里 那他就给这个车充电 大家看到了 这个是大家注意看 这个是30安培 30安培的一个充电充电桩 然后我们把它插上之后 直接插到这个车里面 直接插到车里面 这个连接车 那这个车在营地的时候 他使用的就是这个交流电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交流电 那在离开的时候 这个里面的电池就开始工作了 所以说我们在营地的时候 一定要插上这个 我们很多的电器设备都要用它 然后尤其就是充电 还有加油 不是游戏 还有一些什么暖气 都要用它 这是电 很简单是吧 然后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是30安培 15安培 那一般15安培 很老的那种房车 我们用30安培 插电的时候就把它先关掉 然后把它插进去 然后插进去之后 再把它打开 大家注意到这个地方了吧 这个地方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个TV的一个Cable 就是如果你车里面有电视的话 它是 比如说一天的价格里面 它会包你在屋里面看电视的一个价格 你可以从车里甩跟那个 AV线是吧 那个视频线插到这个地方 所以你就可以 可以看那个视频了 就可以看电视了 这个就是电了 很简单 电了 好 那我们来这边 那这边呢是这样 这边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水了 然后冬天的时候 他们做的特别的好 特别这个水的里边呢 全部都用这个东西包上了 这样它不要防冻 但是我们自己的水管 都不防冻 因为我们在冬天旅行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就是上水 刚才我们看到那边是一个水箱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City用水 就是直流水 那我们在防冻营地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水来喝 然后洗脸刷牙 什么之类 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用这个做饭 因为它不知道从哪来的井水 可能多少都会有些问题 然后呢 我们就自己用自己的平常水 这个在他们出发之前 公司呢 就这个周图公司 也会跟你详细的讲 那这个水最好不要饮用 那你就烧水 直接洗脸刷牙 日常用就好了 那这个水管是连接到 这个水管呢 就是连接到这个地方 后面这个位置 后面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就是 上面写的是City Water 然后就是 我们可以把这个水 接到这个里面 那我们整个车里边 用的全部都是自来水 对吧 那这个就特别简单 拧上之后 拧上之后就可以了 建议大家在冬天 如果极端环境下的时候 在用完之后 晚上在深夜的时候 把这个管子去掉 因为有可能 这个里面是不动的 但是你的管子动着 或者动到里边 那那你的所有的损失 都要你来赔偿 和冬天在晚上睡觉之前 把这个水管全部卸给就好 好 最重要的来了 爸爸从哪里来 爸爸从哪里卸 好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 那这个区域 大家看到这个 很脏的一个管子了吗 看到这个管子了 那这个管子呢 就是我们的排污管 那这个房车呢 它分两种排污 一种是 Green Water 一种是Black Water 就是一个是灰水 一个是黑水 那大家看到 这个 镜头给进去 然后呢 你看到 这个管子旁边 有两个手 两个扳手 对吧 那左手 右手 我现在指的这个呢 就是黑水箱的放水口 放水的这个发门 然后这边呢 是灰水箱的放水发门 那我们在车上的时候 会看到一个仪器 那上面会显示 你的灰水箱 跟黑水箱的这个使用量 那如果你卸水 怎么卸呢 就把这个管子 是从这里边抽出来之后 然后呢 用一个卡口 卡到这个上面 然后顺着这个管子 来 往后走 顺着这个管子 好走 在所有的营地 这种这种全部都有 全包流营地 都会有一个下水系统 然后我们就要 把这个东西插到这个下边 然后大概六尺吧 就是其实你只要插进去 它拿个石头压起来 就没问题了 那这就是所有的废水 全部从这里边排出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 那那我们怎么来泄水呢 大家演示一下 这种车里还有 那我们就要先泄黑水 再泄灰水 为什么灰水 就是我们的洗菜啊 什么洗澡用水 黑水呢 就是我们拉屎 那个毛坑里边的水 就是比较肮脏的东西 是吧 那我们怎么来排泄呢 就是这样 大家吹到了 是吧 它一直在排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是把现在 我们今天早上这些 所有的我们的结晶 我们的粮食 什么全部都排走了 什么时候排完呢 听不到东西了 然后把它关掉 然后呢 再排灰水 为什么要是先排黑 再排灰 黑水比较脏 里边都是把拔 比较尿 对不对 那用灰水的话 那就把灰水 黑水出来之后呢 这个灰水呢 就是厨房用水 洗澡用的很干净 对不对 它会把这个管道再冲一遍 所以为什么是有先后顺序的 来 我们把这个 对 好 这是在泄了一個 来 他一直在 是今天早上啊,其实我早上起来已经卸维瑟,那我们现在要离开营地了,那就要再卸一遍,这样一会我们去维瑟小分的时候就可以在车里边洗澡,干什么都可以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大概就是房车你要维护的,要卸水啊,插电啊,这些小常识。 我们现在在第二个营地,我们第二晚的一个营地,叫威斯尔尔维,它就可以camping,你看上面很多就是经常长期住在这儿的那些人,对吧,你看到啊,然后我们的车在这里,然后呢,它这儿比较好的就是,山顶呢,还好也不是特别冷,对吧,这又是另外一个,我们今天19号, 水电,然后下水都在这儿,嗯,然后呢,我们这边是非常好的一个景色,这边可以烧木头,烧火,对,今天有云哈,要没有云的话,这个景色很好,下面就是海天公路,对,非常棒,一级棒,这边很好,如果再晚几天又下很大的雪的话,那就比较辛苦了,会比较冷,但现在呢,刚刚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我们又换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我们现在在这边的一个叫Squamish的一个小镇Squamish,就是印第安人保留区啊,然后我们现在对面看到就是球掌山,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小海港, 很多船停在这里,然后现在雨停了,空气特别的湿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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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安 我们现在在另外一个房车营地了 应该名字叫什么 叫Kahani 就是一个印第安语的一个名字 然后就在小冬瀑布的夏天 那早上起来呢 我们是看到的风景是这样的 Oh my god 太漂亮了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很晚到 然后呢就没看到外边景色 然后早上起来之后 我觉得这个猪了猪了 来看看周围 早上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空气特别的好 然后晚上很安静 然后也没有凶来打扰我们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 咱们看一下这个房车营地 然后加拿大的房车营地 北美这边都是基本上一样的 就是你要提前预约 你这车不能随便找一路边停 最好是不要这样 因为你先找到一个上下水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可以自己租车 这样我推荐的那些网站大家可以去租 冬天的时候呢价格非常的便宜 然后大概一天的话有个八十块钱就可以了 但是旺季的时候呢最起码就是三百起步 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半年的时间来预约 还有房车营地一样也是要来预约的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大家看到了吧 前面这个就是我们BC省最高的 叫香农田坡 香农田坡 这边你看都是林地了 有些人能够长期坐在这儿 正好我要去要一个美国扣 因为我们一马上卸费水给还车之前 要把那个工作全部要做完 这个也是一个要大家注意的 还车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费水上下水全部给卸掉 然后才能还车 如果你不想卸的话没关系 你花钱 让他们帮你 大约三十多块钱嘛 帮你卸所有的你的生活费水 大伙子觉得自己就可以了 自己弄了 是吧 这个像我们现在看到 这就是公共的洗手间 然后呢你可以去洗澡啊 生存所都可以 你可以不用自己的房客用地的 但是呢因为现在疫情嘛 就尽量你自己车上 就没事就自己卸这个废水就好 一到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到了 该揭晓价格的时间了 那我们这个四天三夜的旅行 RV房车的费用呢 在我们租车的费用呢 是570块 我们加油的费用呢 是在150块加币 我们都说的是加币啊 150块 然后呢天然气 我现在那个propeat现在还没加 我不知道多少钱啊 因为不是很贵 大概所以说大概800块钱 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但是价钱就会很贵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 然后现在车里面比较乱啊 这时候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panel啊 上面有很多的按钮 就给大家讲一下 那这边呢有一个level test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有的电量啊 还有我们的水位啊 大家看到这个是buttery 现在buttery是全满的 对吧 然后我们的gas 还有的freshwater 就是我们的水箱 水箱的话现在还有一格 然后呢 blackwater呢 就black 就是我们的黑水 就是厕所里的水 现在储蓄量是一个 一格 然后呢 灰水呢 是将近两格了啊 三分之二 然后负就叫卸掉 全部卸掉了 对吧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呢 water pump呢 就是在没有在营地的时候 那还有水压不够的时候呢 你就要用那个water pump 来把水打入到这个主管道 这样的话我们在车里就可以用了啊 然后呢 在营地的时候 基本上不用用 基本上是在外边啊 我们水箱里的水 把这个水箱里的水 泵到我们这个车里来 这个是不用用的 那这个在营地是不用 不用使用它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热水加热 比如说我们洗澡 我现在就要给打开了 因为你一会儿要洗脸刷牙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煤气 把这个水加热 那这个呢 是一个generator 就是我们的generator 就是我们的发电机 我们这个车上没有发电机 那发电机呢 就是在行车 比如说在没有营地的时候 你要用车上的所有的空调 冰箱 对吧 还有还有那个微波炉 都是需要generator发电 你才能使用 但我们这才没有 就是你一定要在营地的时候 你才能使用这个我们的微波炉 电冰箱这些东西 要不然的话 不不对不起 冰箱是这样 冰箱是用gas 所以煤气 房车里面空电用的 就是所有的控制都在这里 所以相对简陋一些 但是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你这样看起来就很舒服啊 就知道大概什么在什么位置 然后说到房车 我们还有一点忘了跟大家讲 你像我们平常啊 比我们的车里的冰箱啊 等等这里的一些东西来用什么来运作呢 包括我们的煤气热水器啊都是用这个 我们应用来说叫Propane 看这里 那这就是上面有刻度表 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煤气的使用量 总共是满的话是负 然后三分之三到四分之一 然后加的话就在就在这里啊 所以我们车上整个运作 用烧水啊做饭啊 都是用的这个煤气 然后黄色的是来加 然后我们在加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关掉 然后把这个管子插到这个里面来充气 基本上大型的加油站 都会有这个Propane的 这个refill的地方 就是来加来加的地方啊 到时候大家来这个注意点 这个煤气啊 我们不用怕 然后我们聊天 我们聊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